或者是你有一些收入 你要把你的預算你全部拿去 去落軍嘛 這不要符合你當時勝利的目的 結果不是啊 你現在的國軍委員長官 裡面陸客啊 這個是我是看媒體報導啦 陸客也可以 我打電話去問軍公教也可以 然後餐廳一般人也可以 大家都可以進去 那你這個不是名存實亡嗎 是假落軍之名啊 是假落軍之名在行營業之時啊 你假如真的你的工作是在落軍 為什麼你每年的現金都那麼多 每年為什麼投注到 落軍相關的支出不到一千萬 這是掛羊頭賣狗肉啊 這個不是標準的掛羊頭賣狗肉嗎 欸 部長怎麼會帶啊呢 這個比救國團還可惡 所以社團是按照目的事業是由國防部主管 是啊 我剛剛就跟部長報告 軍人有 公務員也可以 老師也可以 老師也可以 然後餐廳一般所有的人都可以 啊這個就跟一般的餐廳沒有什麼差別啊 不是這樣嗎 這個已經跟原來成立的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在做落軍這個功能已經全部喪失嘛 所以我要求說這個 這個帳喔 部長算清楚啦 那錢都在走去哪裡去啦 國產變失產這個錢到底是跑去哪裡 那假如是屬於國產原來成立的目的 原來成立就是國產 那你所有的董監事 或所有的理監事 那你應該是要政府指派你把他接收回來嘛 我也不是說軍人之友社 這個 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運作 你馬上把它停掉 我的主張不是這樣 但是你假如他出資 當時你證明說這個都是政府成立的 他大部分的經費來 你都來自政府的捐助 那這個應該要說規格 由國家來經營 對不對 然後你 他相關的也有你再來做整體的一個規劃嘛 這個我同意 這樣部長 我說這樣才有規定 這個原則我同意的 我就講說這個從 國家拿到的不當的財產 然後現在其實變為私人的 或者是一個社團法人 將來應該要做適當的處理 好 那我拜託這個內政部把他所有的財報 我幫你們算一下 從